1958年8月3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接见来自阿根廷等11国出席斯德哥尔摩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的和平代表 陈毅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斯德哥尔摩裁军大会所做出的各项呼吁和宣言 希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 共同反对英美对中东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